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我們在講要聞之前大師有些事情要說 要說是 情況是這樣的 先前我講過這些歷史問題 就是關於南方向來都很可能先進過北方 北方留下華語權的意思 是一個歷史問題 即是說中國古代的時候 有讀者留言 他說 浙江的河無道為止 一旦發現了杜米 但大師說南方救北方先進未必成立 例如車、野金、技術、鐵柱觀念 現時所知是北方先進一點 但確實應該放棄一些舊觀念 南方不是想像般遠遠落後於北方 首先說南方先進於北方 我是說可能的 我不是說必然的 但問題是至少我們南方可能的意思是因為 現在越來越發現多南方的一些遺跡 但北方掌握華語權這一點 即是掌握了文字系統 或者打勝者仗 就算兩方都有文字 結果贏了那個就勝者為王 所以我們現在掌握中國 來射北方的系統 這個事實是不會改變的 但說到野金、車、鐵系統 以鐵系統的觀念來說 其實從來北方都能打得 這是沒有違背的 我講南方一定是說文化經濟方面的先進 因為如果說能打得的話 其實在野鐵觀念的時候 蒙古、金、那些甚至是類似特缺 他們從來煉鐵的能力 做些規格、做些什麼能力都比中國高很多 中國從來是不可以打的意思 不是他們那些東西是不夠的 其實蒙古他們所有北方的民族 他們戰鬥的軍事力量是很先進的 我們不只是那些兵士的質素 或者體力不夠打的 其實他們那個武器的質素是高的 中國很多 北方都是比南方的武器 大家知道我們經常看見 我們生活得這麼好 那些蒙古人 這麼住在戰 什麼裡面 我們不知道 正如中國都是先進去日本很多 很有先進去日本 其實日本到二戰的時候 都很貧窮 他們在北 很多人去日本 去東京是完全看不上眼的 跟上海是差好 完全不同 一個能量級的 但只不過不知道 我們到八、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突然之間東京變成很先進 但是那時候日本人的日本刀 那些軍事力量 那些武器的力量 都比中國高 所以大概是這樣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朋友 有一個人說 推薦大子漢 慰聚然的中國人發現美洲 在197年代他嘗試 古代帆船 美洲以證明古代的 古人的航海技術是可以的 我懷疑這個人為什麼會看慰聚然的書 因為他這個人是1970年 因為我看的時候 是在大學圖書館看的 那本書應該是1970年代的作品 但是那時候 在我來說 已經是一個古人 一個死人 一個什麼 因為他很長名 我看了他兩本書 《中國人發言美洲》 和《正學系與我的恩怨》 我那時候不知道什麼是《正學系》 《正學系》是什麼 《正學系》你也不知道嗎 《正學系》 《正學系》 《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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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國時代的一個政治派系 要講的話就講起來很長遠 然後他那本《中國人》發現美洲是一個傻聚言 是一個傻佬的人 我聽到那本書也是傻傻的 但後來發現粵港也有道理 說了很多年之後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看到 因為那本書有什麼好編 以我看圖書館那麼久 我覺得奇怪 我也想他解答這個問題 就是我看這麼久的書 我只是在大陸剛才見過一本書 隨時我沒有見過 但是現在我惠聚言的原因 因為我一直想起 《天龍八部》的莊聚言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抄他 但莊聚言本來是油坦製 但這個名字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抄他的狀況 但是這些是七九七年代的歷史 和現在我相信是水平不同 也不是同一個能量級 今時今日 我想除非你要找一些原始資料 否則實際上看歷史 沒有看一九七年代的任何書 就必要 而且如果你說中國人發現美洲這些 你要很多考古學證據 考古學是另一門 他有他自己學術規範的一個學科 不是隨便把證據穿鑽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結論 至少現在有很多考古學 現在只是新拍了很多照片 新去發現了很多東西 所以他那個年代的東西很primitive 但毫無疑問 他雖然也很primitive 但好像陳仁闊的東西很primitive 但問題就是 是pioneering的 即是說是一個 雖然原始 但是是很革命性的 等於現在 如果你現在看牛津的話 如果說牛津的話 基本上會覺得其實很落後 一個大一的已經好 但當時牛津是革命性的 好 我們開始要問了 第一件事 話說昨天林鄭月娥 接受內地環球時報專訪的時候 就說到立法會選舉 她就說 投票率高低就不代表什麼 不用過份擔心 投票率是受到很多因素影響的 有一個說法就是 政府工作做得好 公信力高的時候 投票率反而會降低 因為民眾沒有強烈的訴求 要選哪些議員去監督政府 另一方面她就說 在這一兩年 其實香港在民主上 選舉上 有很多新的制度 或者很多不同的變化 她就說不應該用政改 即是政治改革來形容 因為香港政治體制 即是基本法內有明確規定 而當下 香港已經擁有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 未來仍有機會 依照基本法和香港實際情況 循序漸進推行行政長官的普選工作等等 是 她這個說法 唯一一個就是我先說 她應該 人們問我是不是抄襲我 但問題就是 我多數都是她的手下抄襲我 我不相信她會特別去看我的東西 但即使抄襲的時候 但問題是 我說的其實不是有說 我想她們整個有一種說法 其實不是有一種說法 她們是愚蠢的 我說的這件事是common sense 是大家批評了 投票率低的時候 代表人們不關心 就是代表 當雙方撕裂的投票 投票率高 這個是政治的簡單操作 最簡單的常識 而人們 我講的常識出來 講的ABC 即是小學計 有一家等二家 二家等四 那些人就當是很奇怪 因為我受到一些攻擊 當然我當然不怕攻擊 我只是怕肉體攻擊 沒錯 我怕了一些攻擊 那些人就當是新奇 或者那些人就當是異端斜說 我真的很奇怪 基本上你只要稍微有少少認識 你都要知道 但是林鄭月娥是否知道 林鄭月娥就是屬於死咬的 因為她之前說過 選民表達支持完善選舉制度投票 投下香港未來信心的一票 這個本身是她曾經在12月7日的時候說的 9月14日的時候她就說過 9月14日的時候她就說過 投票率高低往往要競爭性候選人質素和宣傳有關 那個也是她做錯 接著發聲明區議會選舉七成投票率 她也說政治會尊重選舉結果一定虛心 令市民意見認真反思 區議會選舉七成投票率 高了就代表了撕裂情況嚴重 對嗎 這個情況很簡單 回應保選的時候 冷卻二人一百年的時候 她說我喜歡這十年觀察每一場選舉 你很冷淡或者一切 通常不是跟政府有直接關係 當然不是 情況就是她根本上就是她 我說是有機有據的 就算她跟我說相同的 她也是亂想 明白嗎 除非我現在發現我之前的想法全都錯 這個想法才對 這樣就不同 否則她也是根據政治 當時想到的時候亂想 即她沒有一樣 現在我說的是一個基本論述 不是我發明的 不是我發明的論述 你只要稍微看一看 稍微有少許知識就知道 所以我證明林鄭余樂 對這方面是基本知識完全沒有 林鄭余樂的說法是她發現了一個論述 就是這樣 她引述了出來 證明她不是說 她是不懂的 情況就是這樣 但是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其實民主方面有很多種 中國已經說了 但是只不過是一個普選問題 因為普選問題 不是民主的問題 不是問題是否好的問題 普選是一個憲制制限制 要循序戰爭的普選 是憲制制限制 我相信政府是會 因為她說的憲制責任問題 所以我們大家都有做回行 做普選動作 不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就期待 但應該都不會短期發生 我們看國際消息 話說有一間美國的研究所 就是阿列根研究所 用前任美國總統命名 她就美國的國防事業 訪問了2500個民眾 涵蓋了不同的年齡層 和不同的政見人士 出乎意料的是 對美軍充滿信心的民眾 只有45% 在該項條言實施以來首次跌破一半 其實本來2019年的時候 比例還有70% 另外有高達69%的受訪者 仍然相信美國擁有全世界最精良的軍隊 而有17%的受訪者 認為最強的軍隊出自中國 對於美國國家安全 57%的受訪者是積極回饋的 而另外只有42%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有能力去壓制戰爭 而堅信美軍能夠在海外戰爭中獲勝 只有40% 而有近三分二的受訪者 認為美國是濫用武力 明明很多衝突 他們都覺得可以用外交途徑解決 而另一方面 有些人認為對軍隊失去信心的受訪者群體裏 有13%歸咎於美國政治領導層 8%歸咎於軍費太大 而軍事戰略部署優先順序都有點弊端 有9%說他軍中頻繁曝曝光的醜聞 深感厭惡 例如性醜聞 謊言和各種不見光的秘密行動 而最有趣的是高達62%的受訪者 他們認為美國是阿富汗撤軍問題的部署不當 近半的受訪者指責總統敗低缺乏判斷力 20%人認為美軍軍事行動的規劃有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阿富汗的問題 應該是令到民眾對美軍的觀感有關鍵的轉捏點 19年的時候情況還挺高 但過了一兩年之後 整件事就急轉直下 大家仍然相信美國軍隊是很精良的軍隊 大家仍然相信美國是最能打得的 只不過對於整個管理不太有信心 就是軍紀問題 整個戰略問題 但戰略問題不是關美軍事 戰略問題是政府的問題 就是政府控制軍隊 中國就是黨控制軍隊 它就是政府控制軍隊 所以政府控制軍隊就是… 他們認為政府控制軍隊有問題 總之然後就是海外戰 現在對於中國崛起之後 對於海外戰爭可以獲勝得40% 但因為它還有七成的人 相信美國是最精力向歸短 那為什麼海外戰爭不可以獲勝呢 證明都有一些… 因為它最大的海外戰爭不可以獲勝 都是在中國和俄羅斯 都是在台灣問題對中國 而或者是在… 或者是在富汗問題對俄羅斯 所以大家都覺得整件事是… 很… 很不安全 大家有一個不安全感 你說得對就是阿富汗問題 但是我想另外一個就是… 我想我們不會… 香港人不會留意 但美國人一定會… 深受其… 深感到什麼就是那個貪腐 他那些貪腐很厲害 是 所以你沒有辦法可以能夠維持到 不過我想這個如果按照這個條件來說 其實它也是… 那個比例也不算很高 可能美國比較關心性醜聞 還有那些不見得光的行動 真的是你無故暗殺了那些人 如果要令… 那些人跟軍方沒有關係 是呀 那些秘密不見得光的行動 我想應該是這一類比較多 或者是你去搞海地那些 那些幹什麼 如果你是性醜聞的話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 如果你搞得多那些軍隊 多數不達到 就是奸得多些軍隊 因為跟軍紀有關 你不聽話 所以如果你軍紀好的話 你會打得更多 好 那我們就看看疫情消息 有幾個私資料 第一個就是 世衛一個歐洲區域的主任 就在10月7月1日記者會上表示 強制接種疫苗在特定情況下才有用 但必須考慮強制接種可能對公眾信心 和信任產生的影響 因為其實現在在歐美 就是西方國家 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示威的朗潮 都是關於要強制接種 或者要用那些通行證等等的東西 所以他出來趕了些立場之後 都說 當然是趕回大家不同的國家的情況決定 但是現在如果你這麼大的一個疫情 你不中斷了它 你接種其實其中一個都可以支援到這個目標的一個手段 但如果你不做 你又繼續放任 這樣大家攬炒 其實是這樣 其實那件事他講得對一半 他強制是最後手段 他不是強制要接種 他應該是最後手段 沒有了方案的時候才可以用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民眾沒有信心 其實這個不是一個政府的問題 這個政府的問題 不是一個一招一席的 例如中國為什麼你這麼容易強制 因為被人強制開 你從來外國是沒有強制過的 所以你現在這樣說 你訓練不了 你不可以向民性講釋 你是不是在這裏打過你現在 你唯有安慰自己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小時候 我也是打針帶的 其實你很小時候 就乘車乘車去診所被人打 然後之後 又沒有什麼 但是西方他們應該是發明這些事 始祖來的 他們應該是有這樣的經歷 他們發明這些事 但是現在他們漸漸都不太相信 因為他們覺得有少許溫品 其實你叫我說的話 因為疫苗是有少許溫品 是真的 尤其是有些病其實已經沒有了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打呢 那樣東西都很窗截的時候要打 都沒有了 現在每一種疫苗都有它的副作用 如果你的副作用 如果大一個症狀的時候 你就沒有需要打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有幾%的人的機會會感染 而且你可以大規模隔離 之前我們都試過大規模隔離 那些方法可以感染 但問題就是 總而言之 我叫你留髮不留頭 留髮不留髮 我叫你剃得頭 總而言之你不理我對還是錯 難道叫你梳邊 清朝政府叫你梳邊是對的嗎 為何要梳邊我都不明白 為何要剃得頭梳邊 有沒有可能 我就是叫你梳吹嗎 那你習慣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合不合你都要答應的話 這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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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頓善於 你有沒有聽過 民敵 沒有 一這樣聽我不要認到哪個中文字 所以 武頓善於 就是 那時候是 兇奴人 他們那時候 然後 然後 是不是射過那支箭 是 之前射過她的女兒 射過她的愛妾 要那些人跟著她射 如果你不跟著她射 就割了她 就割了那些手下 要那些人的手下 不跟著她射過她 首先射白馬 射過最喜歡的一隻馬 愛馬 愛馬 不跟著射 我就殺了你 然後 那些手下全部跟著射 然後 再射她的女兒 不跟著射 我就殺了你 然後殺了那些手下 然後 然後 到了最後 她就拿支箭去射她的父親 就是 那些人民 你要這樣訓練 現在她就是這樣訓練法 就是說現在訓練 中國是訓練你那些人民 你對也好 又錯也好 總而言之 你一定要守著軍事力量 就是說 當初是希特拉 希特拉就是打蘇聯 巴巴羅撒行動 到了11月 打到時候打不贏 撞到冬天 退守 然後撞到瘋了 希特拉說 你不准下 你不准走 你就要死守著那個 忘記去到哪裡 死守著那裡 不讓蘇聯過來 因為她知道如果那些手 就會崩潰了 寧願凍死的人 寧願凍死的人 那她的決定是對的 她的決定是對的 要不然她的 還會被迷著山島 這個狀況就是這樣 你一定要在軍事力量 因為中國習慣了 整個國家都是軍隊的狀況 所以她就會很能夠有執行力 你無論如何 當我需要的時候 但是西方 所以如果不是這個 他們不肯打針 不是一個單獨現場 是一個由始至終 整個國家的以死人態問題 是 我們另外疫情方面 有一間英國藥廠 叫做國蘭素斯克 GSK 她做了一種抗新冠肺炎的藥 她聲稱 那種藥是對Omicron有效的 因為她就這樣說 在Omicron那些刺 刺的還是刺的 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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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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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 刺的刺的刺的刺 她發現37個刺的刺 但她凸出來的刺的刺 那些刺的刺的刺 是的 他們跟美國藥廠 一間叫做維爾生物科技的藥廠 合力研發的藥 那種藥 對於這個刺的刺是有效的 而另一方面 因為英國的Omicron 又開始擴散了 現在就有568宗 她估計 她估計實際的確診人數應該逼近1萬 因此她就立即封鎖了整個英格蘭的地區 英國是幾萬宗 以萬計的 500多宗其實不太多 他們就很擔心這些 我經常懷疑Omicron都是一些 有創症嗎 那不只 你當有這麼多人生的 細節刺沒有變種 但是 是不是有些危言聳症 叫你打第三針 好 最後在一個智庫 她跟一間叫做 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 一間都幾出名 有一份報告說 過去20年 電腦晶片的價值鏈 到家用電器或者自動駕駛 汽車的基本技術環節 歐洲對中國就越來越依賴 構成了國家安全 技術競爭力 供應鏈銀性方面的風險 他們認為歐盟應該重新建立 它自己的晶片製造廠 和一個領先的晶片製造廠 以及應該擺脫了中國 在供應鏈上很重要的地位 你剛才讀什麼話 目前歐盟有關建立一個領先晶片製造廠的建議 並不可行 因為這樣做不夠 那你說要的 你明白嗎 他現在就是並不可行 你把正的東西說反那件事 可以不可以嗎 有時候如果你不明白那件事 直接讀就反而不會錯 你企圖什麼 那時候你反過來說 因為這樣做還不夠 他現在是關於並不可行的問題 所以你就要這樣做 所以你就把那件事失去 因為他只建立一個廠製晶片是不夠的 即是建立一個廠製晶片是不夠的 他應該是要將設計製造 尖噸晶片的部分都搶回來 就要由組裝測試等等所有的環節都要搶完 那你才是歐盟自己的半導體戰略 便會安全 還有目前為止 歐盟以及包括德國和法國 在內的成員國政府都在計算方法 首先建一些更強的晶片廠 雖然不夠 因此他們可能就會找 因為現在台灣和南韓有這方面的能力 美國和日本自己本身有幾十億美元的津條 吸引了那些廠在他們那裡開 可能歐盟都會報 美國和日本的後塵做一些類似的事 我想成功機會很低 以歐盟執行力來說 他電動車 那些電動車不行 就是不行 你這麼多樣東西你怎麼做 他落後的科技不僅僅是兩樣 現在新的全部都落後 反而你這期德國、法國自己做 你有錢你還可以說一下 但如果你拖歐盟落稅 歐盟其實很多火頭爆出來 都很難搞 是 還有歐盟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是 我說什麼叫產業分工 就是你做這個我做過 你做這個我做過 那個全球產業鏈 就是這個他在三十年裡建立了 在蘇聯崩潰之後 建立了一個很原始的產業鏈 你現在拆開產業鏈 就是說你其實你是 為什麼要一個產業鏈 為什麼要一個分工 大家可以做多塊好省 是的 多塊好省 小萬稅 是多少錢 是長時間 對 所以如果大家這樣拆開 大家經濟學 經濟學第一課就是要 要是Division of Labor 大家完全沒有這件事 我經常都說 香港 香港 如果這樣說 因為中國有十四億 十四億人口 香港要怎麼做Diversification 香港只要做一兩樣東西 就可以了 這件事很簡單 但是香港人經常都不是 有多元化 有什麼東西 有這麼多元化 或者大家看看地圖 看看中國 就是歐洲 其實歐洲的國家 就是中國一個省 你拆開 如果有個中央集權 可能純粹從分工來說 你會分得順暢一些 是 大家都要 香港又要做幾十樣風光旗 又要做這件又要做那件 其實做三兩樣就夠了 因為你的市場這麼大 你如果只做金融 金融是否夠香港 當然是夠養活成香港 因為中國沒有金融 你不只是金融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行業 還有譬如飲食 打水港內地的東西好像 那些是有趣的 什麼 飲食的東西 如果是大規模 但是香港是可以做一些很精緻化的 譬如說是 歐馬卡西 譬如日本菜 西餐 香港都做得好很多 有些當然做得不太好 譬如泰國菜 做得不太好 以前有一輪做得不錯 但是現在做得不好 所以如果只有中國菜 可以去北京很開心 吃俄羅斯菜 雖然都是吃麵包 俄羅斯菜 中國是好好的 北韓那些菜 所以香港的歐馬卡西 比較多 有些什麼泥巴嫩 那些菜 所以有一些產業 大家經常希望 產業是多元化的 其實如果多元化本身 就是一樣 自己跳下去 如果你要再拆回去 你也可以再拆回去 還有應該拆回去 在某程度上 不過你要遇到窮 OK 你自主是對 就幫你遇到窮 你定位自己做二流國家 那就不用煩了 不留 我說過狀況是怎樣 好嗎 是 如果你中國 大家一齊 是 要自主 譬如歐盟要自主 再和美國自主 就是對美國自主 他要拆開美國的產業 因為中國全贏了 我有十四億人 你歐盟五億人 美國三億人 美國三億的人 如果你美國歐盟 日本你們建造 夾在同一個生態圈 然後去對中國 你們有機會 你們人口多些 而且你一早就有頭 但如果人家一拆開 嘩 正 現在正在拆開 美國日本自己 扔一些錢出來 寄出晶片廠 歐盟 如果他們按報告說 真的會做的話 就扔一些錢 寄出晶片廠 我自己拿些磚 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自尋死路 人家十四億人 是一個內循環 原來你全部都要自己做 你死定了 到最後 到最後那個分工 這個世界上 那些人 經濟學第一 經濟學ABC都不認識 就是Division of Labour 快點好 快點 你自己快點自主 還有這時候說 什麼蜂蜜移場 放眼量 是的 如果你們繼續生產鏈的話 我可以說 中國在某些落後的一百年 都追不上 因為你領先了這麼多 大家下去走 我怎麼追你 但問題是 好 原來你這樣走 你還要拆 一拆一拆就很麻煩 那就麻煩了 這次大家一起做 好 好 我們耀聞的時間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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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